接下来我们讲一下radio这个组织 radio是一个单选框 它和checkbox可以说是差不多 我们用法也是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是谁会去使用的 官方的文档也是说了 它我们要使用单选框 必须要加一个radio group 这个和我们的checkbox也是一样 使用checkbox在外面也必须要加一个组 然后看到这个group 它有一个change事件 当我们触发了这个change事件 也就是说是在我们的radio里面 选择某一项的时候 它会选择某一项的里面的值 value给带过来 带到我们的这个函数里面去 以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value就是每一个单选项目的一个值 就是我们的radio 它是我们的子标签 另外这个子标签还有其他的属性 比如说check的是是否选中 另外是否经用是disabled 还有呢是我们的颜色color 然后我们在代码里面去实现一下 首先看一下 还是一样这边我们预先已经建了一个这样的radios的一个路径 里面的文件都是空文件 我们先来写一下 先写一个radiogroup 然后呢我们去实现我们的radio 我们可以写一个中国吧 然后呢里面我们加一个check的 我们让它选中 我们先false吧 false默认是不选中啊 可以看到是没有选中 然后呢我们这样子 我们再复制一行 我们改为true 并且呢下面一个改为美国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行 这个呢改为俄国 把true改为false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默认这边选中的是中国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这边三个我全部都改为处可以吗 那么肯定也是可以的 改为处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它默认选中就是俄国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我们页面去进行渲染的时候 它是一行一行逐步去渲染 首先渲染到中国的时候选中 然后再到美国的时候 把美国这一项选中 然后再到俄国的时候 发现俄国它也是处 那么我们把俄国也选中 由于它是单选 那么前面的它都不会去进行一个选中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使用方式 另外还有的是disable的 我们可以把美国给禁掉吧 我们disable改为处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这边变成了一个灰色吧 我们鼠标是不可以去进行选择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color属性对吧 我们也加一下 我们把这个改为红色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俄国选中的时候 就是一个红色的选项 然后点中国 中国是默认还是一个绿色 好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radio group 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动态的方式进行一个加载 那么我们会引用以前checkbox里面的 那些元素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放到我们的这个radius里面来 好OK 然后呢 这个时候让我们的这个去动态的去加载吧 怎么去动态加载呢 还是一样 这边是我们的value 就是循环 循环之后的一个value的值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check的我们是这个无所谓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 需要给他一个value吧 value的值是最终带到我们后端去的 就是这个name 好OK 这个时候我们在外层 需要加一个block 进行一个循环 然后我们加上一个for 这里面写我写上我们的宿主 就是我们在这里定义的 好 这个时候重新刷新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 我们的中国 美国 俄国都已经展示出来了 对应到我们这里面的一些属性 然后呢 我们打开调试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一个value的值 和我们的这边 在页面上显示的这个文字 它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g 一个是没有d的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说 用来区别的 好OK 然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操作 当我们触发他的unchange世界 就是bunch的世界之后 我们把它的值 在我们的页面上 进行一个显示 写一下 change b 把我们在后端也要写上 不要忘记这边有一个e 然后呢 这边我们再加一个元素吧 写一个my value 好 这个my value呢 在我们的这边 我们给他一个view 好 这个时候我们用上有值了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去写上吧 一点detail.value ok 然后呢 再写死.set 把我们的这个my value的值啊 付过去 这个时候ok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选择美国 看到美国的值已经带过来了 选择中国 选择俄国 这个值都可以带过来 好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radio的单选 如何去使用感